在界电质或者磁性物质里面 界电质被极化以后 会有极化电荷密度 这个是等于polarization的divergence 在磁性物质里面 一旦被磁化以后 它会有磁化的电流产生 这个电流是单位面积有多少安培 现在我们看一个物质 这个物质我们取一个element来看 取一个这样一段 我们画这样一段的一个物质的这么一段 它现在里面呢 有polarization 它有polarization 那么我们知道 一个物质被极化以后 极化以后 它的表面呢 会有 表面会有 极化电荷密度 极化电荷密度 它就是等于 等于polarization 所以这个面跟这个面上面 它都有这个 极化电荷密度 因为面积向量是向外 所以这个面积向量呢 它是朝内的 我们假定这个是 跟这个面垂直的 面垂直的方向 这个是向里面 这个朝外 所以这边是正 这边是负 如果 这个polarization 会随时间改变的话 polarization 那就是说 它可以呢 对 所以t 所以时间可以微分 它的微分值不是零 好 那于是 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 这个 微分 我们知道 这个di 就等于 dqb over dt 这个dqb 是这个表面上的 这个表面上的 surface charge 这是surface charge OK surface charge 那么这个surface charge 它就等于 我们用这个 partial derivative 因为它跟空间也有关系 它并不是均匀的 不是均匀的 所以它 是空间的函数 也是时间的函数 那么我们对时间做微分 就是 电流 好 那我们现在可以把 qb呢 当做是这个 乘上da 本来这应该是 它dotda 向量的 那这也就是垂直 那我们就是写这样 就说它是一个垂直分量 那么 partial b over partial t 好 那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 这个可以 我看看 我 这个书上都是用 用纯量表示 它应该要用 向量表示 比较好 没关系 我们先写好了 用纯量 好 那这个 我们可以写成这个p 在这个方向上面的一个分量 就是说这个 这个normal 这个就是等于 等于这个东西了 等于这个东西 就等于它的垂直分量了 它dotda 不就等于它 在这个表面的垂直上面的分量吗 那我们就 这个就写成parsha t over 就是说它的值 就是这个值 好 那么这是di di 那么 我们 把这个除过来 da除过来 那么 就变成jp jp jp就等于 jp jp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di over 我们这里先写这样好了 等于di di over d a 假如这个jp 也是指这个分量的话呢 它就是这个 经过这个面的电流 被这个面积的 被这个面积的 面积来除 就是单位面积的电流 就是它的 polarization的 current density 那我们把它写成向量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 你看这个除过来 它就变成parsha t over parsha t 那我们把它写成向量 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parsha p 可以等于 jp 等于 parsha p over parsha t 那这个就是polarization 随时间改变的时候 它的时间变化率 就是叫做 polarization polarization的 current density 不过要注意 这个current density 跟jp不一样了 jp 与 jp 不同 jp是这个 jp是这个 磁性物质 被磁化以后 而产生 内部 产生的current density 这个是因为polarization polarization会 在它的表面产生 surface charge density polarization 随时间改变的话呢 那么这个表面上的charge density就改变 charge density改变就好像说 这个上面有个电流 有电流一样 那么所以这个 jp是这个 那么 jp是那个东西 不一样 好 现在我们看这个量 divergent divergent jp 好 divergent jp就变成 divergent partia p over partia t 那么因为polarization 它本来是空间的函数 那现在我们说假定它也是时间的函数 所以这个是用partial derivative 将来这个也要用partial derivative 那么我们就把 因为空间为分 跟时间为分 不相干 所以我们可以把 这个对调一下 就是先后的顺序 对调 那么这里头就变成 divergent 成算divergent p 好 divergent p是 divergent p 它是等于这个负的 divergent p 它是等于负的 partial 负的 rho b 这个是体积的 激化电荷密度 divergent p 等于负的体积激化密度 这个也是一个 我们说polarization的高斯定律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写成 partial rho b over partial t 这个式子 形式有没有 很熟悉 我们以前讲过 像这个式子 divergent j 要等于负的 partial rho f over partial t 这是自由电荷 自由电荷密度 这是 自由电荷 移动 所形成的 电流密度 这个叫 equation of continuity 对不对 好 这个 也有这个形态 也有这个形态 负的 partial rho b over partial t 所以 这一对 就是说 不管是 free current density 还是polarization 的current density 跟他们的 跟自由电荷的密度 与 极化电荷密度 这个 都形成 所谓的 equation of continuity 所以 我们可以知道 jp 与 jb 就是说 这个 这个跟这个 不是 jp polarization 跟这个 与 jb 不是 jb 与rho b 写错了 罗 b 满足 连续方程 equation of continuity 好 现在我们 对于这个 current 跟current density 尤其是current density 我们现在 学过了几种 current density 学过三种 charge density 我们学过两种 两种 现在我们就看 总电荷密度 一个物质 里面的总电荷密度 rho可以分成 比如说 有free charge 分布 那么就有free charge free charge free charge charch density 然后呢 它受了 极化以后 它就有bound的 这个也叫做bound charge density 就是束缚电荷密度 也就是极化电荷密度 但是磁化 没有什么磁荷 没有什么磁荷密度 所以它现在就这两个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写成 rho f 这个呢 可以写成 divergent polarization 而电流密度呢 可以分成三个 所以 自由电荷密度 如果有这个 electron 或者positive charge 在移动 就有这个 那么它如果被极化了以后 有所谓的极化电流密度 极化电流密度 然后 这个就是 这是bounded charge density bounded charge density 就是说 bounded the current density 那么我们刚刚又学过 如果你这个 polarization 随时间改变的话 它会有 又有这个 有这个 电流密度 有三种电流密度 那么这个 三种电流密度 这个是真正的电流 这个真正的电流 然后这个是一个 equivalent 它是一个等效电流 它是等于 curl magnetization 它是由磁化 物体 被磁化而来 这个 这个是 这个物质被磁化以后产生的 那这个呢 是因为 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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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极化而产生 但是它的 极化 强度 是随时间改变 那么 这个就变成这样子 电流密度 有三种 电流密度 有三种 那现在我们就来 看一看 高四定律 跟安培定律 因为高四定律 是跟charge density有关 安培定律 是跟current density有关 那么 我们看最早的 高四定律 最早的高四定律 它是diverging 1 要等于 ε0 分之1 最早最早我们也没有谈到界电值 也没有谈到磁化物质 磁性物质 只有真空 那么这个charge就是free charge了 最早就是free charge了 等到这个空间 有界电值 又有磁性物质以后 那么这个charge 我们说charge density 像我们刚刚讲的 它有的是free charge density 另外就是界电值 界电值里面它会激化 激化以后呢 它就会有 我先不要马上写这样子 我们加上这个好了 激化电荷密度 然后我们把这个 这个还是这么写 这个就可以写成负的 divergent of polarization 现在这个式子 我们把y0乘过来 那不就可以变成 divergent y0e加上polarization 要等于rude f 对不对 这个我们就称来叫做 electric displacement 我们令这个东西 这个应该我们介绍过 d它就等于 y0e加上polarization 这个叫做电位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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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位仪 好 那这个式子呢 就变成这个 于是我们就得 divergent d要等于rude f 有物质的话 就是这个 如果真空的话呢 真空的话呢 这个地方就是 y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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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过来就跟那个一样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高斯定律 OK 那么maximal equation里面的 高斯定律 可以写这个 我们一般都是写 写这样也可以啊 你写这个样也可以 如果divergent低的话 这个地方要 写rude f 这里是 只有rude f了 确定是rude f了 这边就是说 它可能是这个 可能是这个 那么我们现在再看 因为我们是谈到 三种物质 真空里头 真空 或者是 界电值 磁性物质 那么高斯定律 变成这样 那么 它的安排定律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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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定律 我们以前是写成这样子 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CurlB 等于Mu0J 但一开始 也没有 界电子 也没有磁性物质 就是这个J 现在我们说 有界电子 又有磁性物质存在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J 它就可以分成 我们这个地方写的三种的J JF 加上JB 再加上JP 加上这个 好 那现在 我们就 不是 这个 这是最 最开始讲了 还没有把那个 列进去 Max 不是修改了吗 这个只有 Current Density 还有一种就是 电厂 随时间改变 会产生磁场 对不对 所以我们 把那个也加进去好了 把这个写到后面 写到后面 加上这个好了 Displacement Current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Current Density 把它写成 JF 加上 JB 再加上 Polarization 谁 时间改变了 JP 我们就写 JP 这个地方先写 JP好了 好 加上 Mu0 Epsilon Zero Partial E Over Partial T 好 JF就是 JF JB呢 它是等于 Curl Magnetization 然后这个是等于 Partial P Over Partial T 再加上 电厂 谁 时间改变 而产生的 电厂 好 那现在 这个是Curl 这个也是Curl 那我们就把这个Mu0 Mu0 两边都除一下 两边都除一下 于是这个式子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的形态 把这个除过去 就是Curl B over Mu0 这个拿过去就是 是Minus M 好 那么 它要等于 等于 JF JF还在 然后呢 这两项都有 Partial over Partial T 有没有 Partial over Partial T Mu0已经没有了 Mu0都除过去了 于是这个里头就变成 Y01 加上 Polarization Polarization 这个就是 Displacement 这个其实就是 Displacement 这个我们也可以把它写成 JF 不是 等于的 我写错了 Curl 这个加的Mu写 加的Mu写 加上 Partial over Partial T 写太快了 那这个是等于 Y01 加Polarization 这个就可以写成 Partial D Over Partial T 那这边呢 我们就 现在立 H 这边是两个向量 和 我们令 这个 向量 等于一个新的向量 叫做H H就是H长 叫做 Magnetic Field Intensity 不过这个名称 这跟这个名称很乱 没有什么 你看看 这各本书 它的名称都不一样 我们以前说过 这个可以叫磁场 这个叫什么 磁感应 又叫做 又叫做什么 叫做这个 叫做这个 它是等于 Weber Permeter 叫做磁头密度 这个呢 有的书上就 就叫做 Magnetic Field 是它 有的叫做 Magnetic Field Intensity 相当乱 我们现在干脆就 叫这个叫B长 这个叫H长 就好了 就这样称呼它 那么 于是这个式子 我们 则 我们就得 CurlH CurlH 要等于 JF 加上 这个你要跟这个一起去 其实这个 等于这个 这个等于这个 J 加上 加上这个 Epsilon Zero Parsal 不是Muling 有这个Muling Muling Muling Parsal D Over Parsal T 这两个 一起记 就是说 这个都是Mexual Equation 里头的形态 你可以写这样子的 你也可以写成这个形态 OK 所以随便它 怎么写 像这个 高斯定律 它可以写这个 也可以写成 Divergent E 等于Rho Over Epsilon Zero 所以这个 你说高斯定律 Maxwell Equation 它就是 那四个定律 但是那四个定律的写法 不一定 看你要怎么写 所以我们对这个要 要认 你认识的很清楚 不管你怎么写 我都知道这个是 Maxwell Equation 好 那么 我们如果说 我们现在看Maxwell Equation 如果我们用自由电荷密度 自由电荷密度 跟自由电荷密度 自由电荷密度 来表示Maxwell Equation 的话呢 那里头两个式子 要写成这个样子 我们 respective